大家好,我是阿哲程哲耀 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跟开心的 受到历史 有在follow我的朋友呢 应该都知道我最近是非常非常的勤劳在潜水 现在已经考到了Rescue Daiwa的等级 也非常感谢Log Adventure Autosport 一路以来的赞助跟支持 谢谢Joey还有Irene帮我跟Rainbow Runner谈到了 来自日本品牌的潜水用具 Gull來自日本的 其实接触潜水到现在的日子不长 经验也不多 其实我对于一些潜水的用具品牌是蛮陌生的 每次去潜水的时候拍了影片、拍了照片 为什么大家都长一模一样 因为入门款的潜水用具都是黑黑的 比较普通 然后banana thin 黄色的 是大家应该知道的 所以我那时候才选了一个比较花一点点的外式 有些人当面说很丑 Anyway 我觉得只要让我的巴黎在水里面找得到我 然后我拍照或拍影片也比较容易被认出来 那就好了 好的 我们赶紧来一起开箱 看看哪三种潜水用具吧 第一种 MAS潜水面镜 这个是来自高的 MASTIN LV G-Series的面镜 我选白色的 我觉得在水底看起来蛮帅的 蛮酷的 然后它有这个防UV 就是纸外线420 好酷 好我们来看看 重点是它来的时候还有这个盒子 因为像我以前的那个面镜它没有这个盒子啊 我以前只要带出去潜水的时候把它塞在包包里面 就怕把它压坏 然后也怕把这一些软的部分压到周型 这个面镜的部分这个颜色 光这样看下去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好了 第二个潜水游泳具 SNOGAL 呼吸管 我觉得这个呼吸管蛮酷的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Super Bullet 超级子弹 哇 光天名字已经帅残了 它这个红色啊 银色啊 跟这个Grey Carver就很像 那个Oltra Mandiga 它那时候的配色 再加上其实这一个SNOGAL 它当然这边可以调整啊 对不对 它是软的嘛 它有这一个双排水法 然后呢 还有这个盒子 不会那么容易脏 第三个 外观这样看下去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吧 那我到底选了什么样的颜色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吓到 我自己当初选这颜色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 真的假的 要不要换 要不要换 最后 还是选了这个颜色 你看 它来的时候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袋子 有没有超方便 哦 一样有一个保证书 超软的耶 这是什么 Tiffany的颜色吗 算是 有没有 来 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老实说它拿起来是有一点点的重量 但是 它这个柔软度 我相信在水里面 而且以我的体力来说 我觉得是 没问题 天哪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穿上这一些潜水用具去潜水了 还是我现在就拿去楼下指示一下 哈哈哈 OK 我把它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我来考一考 我也问我的同事觉得他们 对于我啦 就是 会选什么样的颜色 把它收起来 这个是那个 Finn来的 啊 花鞋 啊 如果有红色 有灰色 有蓝色 有 Tiffany 有黄色 黄色 以你这样无聊的人 还是蓝色吧 黄色吧 Cavin 你觉得我是什么颜色 蓝色 蛤 蓝色 蓝色 无聊不会是灰色吧 请打开 你看你看我跟我说什么颜色 灰色就是超无聊啊 对 对 还有拉链啊 我 无聊 喂 嘿嘿 这个人家穿黑色的颜色 它是Diffany颜色啊不是吗 对啊 黑色的人就 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 我们不要理他们 他们不会 我们不要理他们 走 好的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潜水了 但是由于 已经快要茫盛了 其实应该已经茫盛了 当这支影片出来的时候 那就会等明年吧 OK 那我就不多说啦 反正后面的使用心得 我会陆续的跟大家去分享 再见 谢谢你们 谢谢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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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